9月20号是台湾中秋假期 也是犹太人欢庆祝逢节期间 ICEJ耶路撒冷国际基督徒使馆 特地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圣殿的南墙阶堤 耶稣城站立的地点 透过实况转播举办线上祝逢节特会 让全球超过70个国家 5000多名基督徒与以色列一同欢庆 ICEJ在强达8天的特会中 以线上结合实景的呈现 聚集各国牧者进行超过80场研讨会 还准备了25个虚拟导览的以色列景点 包括加利利海 克西马尼园 巴弗山等 让参与的弟兄姐妹们 同时享受在视觉与心灵的饗宴中 你的爱是优秀的 你的爱是优秀的 是一个无限的评论 对耶稣的支持者 对他们的民族 和对我们的 destiny 包括以色列总理与总统 都以影片向各国参与的弟兄姐妹们 表达欢迎 今年祝彭节的主题是 以利亚的日子 身处向以利亚极具挑战的时代 面对全球性的疫情 天灾战乱 各牧者鼓励众人 更要回转向神 开幕当天 七位代表的牧者领袖 站在南墙阶梯上 为列国献上祝福 that you will send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Elijah to Africa to bring the tribes together to bring the nations together we come to you we beg for this nation Lord bring unity between them open their eyes to know you are the real God of Israel and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wherever you are around the world please pray for your nation that they might align themselves here with this city with this land with what God is doing in the land of Israel and I am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God is going to bless you 非常感谢他们 还会在那个地方 纪念 为这个世界各国地方 这个各个国家的 来祝福祷告 所以希望基督徒 在这次能够带来影响力 传递悔改的信息 然后传福音 为着我们国家 为了社会 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 来代表我们的国家 这个社会来 在神的面前悔改 高雄林良堂的弱世雄牧师 也以亚伯拉罕之约 在研讨会中 与各国弟兄姐妹们 分享信息 每年都出席的台湾 也由台南圣教会 代表献上敬拜 及祝福 这首歌 我们唱的时候 因为 我觉得最棒的 就是加上舞蹈 那个舞蹈 真的把那个 耶稣的道路 这样唱出来 然后最后 他们这些舞蹈者 一起在跪下祷告的时候 整个画面 我觉得这首歌 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感动 从耶路撒冷到全地 线上传出的祝福 长达八天 十大天际 在疫情肆虐的时刻 全球肢体 却能透过线上 一同敬拜祷告 没有任何事 能阻绝上帝的救恩 及心意 以上是GoodTV 新闻中心综合报道